在台色变的年代,很多人对入口的食物都尤为重视,早前很多人声称,常有黑点的大白菜会造成病变,不能吃,这也让大白菜一度处于风口浪尖重。 但白菜尚会出现小黑点,和很多因素有关,可能是食氮肥过量,导致细胞膜结构被破坏,也可能是注印不当或是品种不同而引起的。 虽说常有小黑点的大白菜卖向不太好,但在没有腐坏的前提下,只要把绝部的小黑点挖掉,这样的白菜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。 但若是黑点过多,已经导致白菜腐烂变质,如此就不宜食用了。 不久前网上传言,生活中我们常吃的菊菜,咸菜,五根豆芽,鱼腥草四种蔬菜,被列入致癌清单的消息,引起了不少人关注,那这几种蔬菜真会致癌吗? 我们还能吃吗?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菊菜。 其实之所以会传出菊菜会致癌的消息,与其所含有的圆菊肝,菊内鲜案,本草酸,黄碱醇类化合物四种物质有关,它们均属于致癌物,其中圆菊肝的致癌性最大,为三类致癌物。 这种物质为遗传毒性致癌物,在水解之后,还能产生可以改变人体DNA的二锡同类化合物,有强致癌作用。 目前菊菜已被国际世卫组织列为二B类致癌物。 作为我国古早的野菜之一,相信在过去,不少人都吃过菊菜,而这种菜如今也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,但我们却很少听说,有人因为吃菊菜而致癌的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其实这主要和其摄入的剂量有关,据研究发现,一个人只有每天平均摄入350克至3.5千克的菊菜,并坚持吃20年才有可能会致癌。 其次是咸菜。 咸菜是不少人下饭菜的首选,不过一部分咸菜中可能会含有亚硝酸盐。 这种物质可是世卫明确提出的致癌物质。 但要想分辨咸菜中是否含有亚硝酸盐。 其实主要由其制作方法决定。 一般来说,咸菜主要有三种制作方式。 一是用醋酸菌发酵,二是乳酸菌发酵,三是用盐腌制。 其中,前两种方式都属于生物发酵,并不会产生亚硝酸盐。 而后者在腌制过程中,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。 虽说在一定时期后,这种物质会有所减少,不会对人体造成多大危害。 不过储存不当的话,也不排除会有过多的残留。 因此大家在选购咸菜的时候,也应当要注意。 接着是无根豆芽。 目前市场上无根豆芽很常见。 但不少人称,无根豆芽毒性很强,不能吃。 因为人们在排育豆芽时,会使用到一种植物生长调节素。 加上很多小伙伴发现,市场上的豆芽即使放置了四五天,也仍玩好新鲜。 种种原因下,无根豆芽也遭到了众多人质疑。 其实,低浓度的调节素可以促进豆芽干生长,并抑制根荷芽的形成。 这也是无根豆芽保存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。 不过农业生产中,高浓度的调节素也可以作为除草剂使用。 在这种状态下,人体摄入可能会造成中毒。 不过利用低浓度的调节素促进豆芽发芽,还远远达不到中毒的剂量。 更别说致癌了。 因此无根豆芽是可以放心食用的。 最后就是鱼腥草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马豆磷酸。 这种物质在中药比较常见。 研究发现,马豆磷酸及其代谢产物具有较强的肾毒性,会增加致癌风险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。 不少含马豆磷酸的中草药也因此被禁用。 而鱼腥草中含有的马豆磷内心案等物质,也让这种植物被使人误解。 认为它也具有毒性和致癌性。 但事实上,马豆磷酸和鱼腥草中的马豆磷内心案比RII和FIAV物质,其实存在本质区别,并不会产生致癌性。 鱼腥草虽然难吃,但被扣上致癌这么大一顶帽子,也实属冤屈。 其实生活中,煤变食物、槟榔以及酒,这三类常吃却又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食物,才是真正的致癌杀手。 尤其是发霉的花生、玉米、大豆等,岂可能会存在一类致癌物,皆黄区酶毒素。 因此大家在使用过程中,也要十分注意。